新冠疫情 本土新增十一例 高雄砂石場群聚擴大到苗栗 全台雞蛋荒農委會主委 曾經中宣布 雞蛋批發價 美台金漲養員 國際油價連漲八週創七年新高 油價孔拉高物價斷情侶無解 白光公布印太戰略報告 將與區域內外的夥伴合作 維護台海和平 觀眾朋友您好 歡迎收看二月十二號的公視晚間新聞 我是黃立偉 新聞開始先帶您關心 國內新冠疫情 今天新增十一例本土 及四十九例的境外移入 新增本土的個案中 以高雄砂石場的群聚 衍生七例最多 而包括員工及員工苗栗的親屬 累計相關群聚已經擴大到二十七人 另外最新定序結果也出爐 跨縣市五姐妹家庭群聚 及高雄砂石場的群聚 基因定序都與高雄港群聚相符 證實這兩棋的群聚源頭都來自南部 國內新冠肺炎疫情十二號週末新增十一例本土病例 其中跨縣市五姐妹家族群聚 過年曾經到苗栗走春 與另一例案一九六零一足跡有相關 是否因此確診還需要再釐清 淘機清潔員例行採檢新增一例確診 不過因為CD值很高 還需要復驗 懷疑是舊案 高雄砂石場相關群聚 則是新增七人確診 包括員工及員工的苗栗親屬 在春節期間曾經聚餐 累計這起高雄表兄弟聚餐 衍生砂石場相關群聚 已經擴大到二十七人 砂石場的群聚現在有二十七人 比較多的就是今天講的這一九五八四 同住的家人跟非同住的家人 加起來總共有十位 另外桃園新增一起家庭群聚 一月下旬從中國返台的父親 目前站列為境外移入 為案一九五九二 在防疫旅館隔離十四天 解隔後返家出現症狀 經過採檢確診 後來又傳給同住的兩個女兒 指揮中心高度懷疑 感染源很可能是在防疫旅館 境外移入的 我們也是高度懷疑 不過這都需要去釐清的 因為在時間點上面 在裡面稍微早一點 不過它因為沒有像其他個案就拉得很遠 所以需要再釐清一下 此外最新病毒基因序列結果也出爐 跨縣市家庭群聚及砂石場群聚的基因序列 都與高雄港群聚相符 證實這兩起群聚源頭都來自南部 至於新北樹林移工群聚基因定序 而針對美國研究發現第三劑疫苗接種四個月後 體內抗體下降 需打第四劑 不過陳時中強調 國內今年一月初才開始打第三劑 目前沒有施打第四劑的急迫性 如果有需要 指揮中心採購的量足以大家使用 記者老實名莊志成 台北報導 苗栗縣府今天公佈竹南鎮共有五名本土案例 他們都是在大連初三 家族聚會中與高雄砂石場傳播鏈 兩名的確診個案接觸而染疫 縣長徐耀昌宣布 緊急啟動社區快篩站 而台中港的離岸風電工作船水晶輪 昨天有四名外籍船員PCR的裁檢陽性 以及集中隔離 列為境外移住 苗栗竹南鎮十二號上午 許多地點都出現 清銷人員引發民眾議論 縣府緊急召開記者會 宣布新增五名本土確診案例 其中家住竹男六十二歲女性 案一九六二二為指標個案 CT值為二十三點二 他與高雄砂石場傳播鏈中的案一九五八零 案一九五八四 在過年期間有接觸史 結果三人先後確診 還造成家族內群聚感染 他的媳婦以及兩個孫女也是確診 苗栗縣衛生局表示 這一起家族群聚一共匡列接觸者二十九人居家隔離 並完成CPR採檢 其中案一九六二二同住的媳婦 兩名孫女及非同住的大姐都未陽性 總計有五人確診 已收治專責醫院 相關足跡包括餐館 公園 市場 診所以及銀行都完成清銷 目前人持續異調 縣府也宣布在竹南的磁幼醫院 啟動社區快篩站 台中十一號則傳出 停泊在台中港十七號碼頭的 離岸封電工作船水晶輪 有四名外籍船員PCR採檢陽性 由救護車後送集中檢疫所隔離治療 台中港務分公司也駕場清銷 那這四名船員呢 我們這個中央疾管署 立刻把他送到台中的集中檢疫所去 所以這四名外國的船員 他沒有台中境內的足跡史 燃疫者經中央判定為境外移入 沒有台中的相關足跡 船上另外十二名採檢陰性的船員 也在船上隔離中 紀小民風潰安全 苗栗台中報導 高雄今天沒有確診個案 但全臺新增的本土病例 卻有好幾例跟高雄有關 向臺南新增的三例 有兩例是父子檔 其中父親是高雄砂石廠的群聚案 職場接觸者 父子倆雙雙然疫 另一例是過年期間 與跨縣市五姐妹 家庭群聚者 在同一家病店用餐 而被匡列採檢確診 工作人員在日月光高雄男子廠區的 K二三辦公大樓做清銷 因為新北高屏五姐妹 跨縣市家族群聚中 十一號確診的五妹 正是日月光員工 他八號曾到公司上班 是否也趕緊匡列 他的職場等相關接觸者 高雄十二號 無新增本土 但高雄砂石廠群聚 及新北高屏五姐妹 跨縣市家族群聚 卻波及外縣市 台南新增三例確診個案中 其中案一九五九九 一九六零零是父子檔 父親因為跟高雄砂石廠群聚案的 確診者一九五二四等人 同職場 導致父子倆確診 高雄砂石廠的部分 指揮中心在二月十一號公布 那我們這兩位這個市民 就是被匡列到就繼續裁檢 那我們台南市的這個個案 六十多歲男性 是一九六零零 是砂石廠的員工 那跟他同住的是他的兒子 台南市府忙著清銷足跡點 因為不只砂石廠群聚擴散 台南另一案一九六零一 二十多歲男性 他過年期間曾到苗栗縣的 仙山仙草兵 與跨縣市家族群聚中的案 一九四四零等三人 足跡重疊 但時間不同 十號被匡列採檢後 也不幸確診 跨縣市家族群聚波及範圍包含新北高坪及台南市縣市 而最早確診的指標個案也就是五姐妹中駐高雄的四姐案一九四三一 十二號基因定序出爐發現與高雄港一致 但他到底是如何染疫高市府正在釐清感染源 記者陳煥與許貞駿南部報導 桃園今天新增確診中有一名是桃雞的清潔員 還有一起家庭群聚感染 不過市長鄭文燦表示 這兩名確診女兒放寒假後至今都沒有到校上課 學校沒有風險 另外日益物流日前確診的員工家人 市府公佈疫調足跡 曾經多次到農家樂小吃店 懷疑這兩起的傳播鏈可能有關聯 經濟人員來到桃園龍坦的農家樂小吃店 再次展開清銷 因為日益物流十一號新增的染疫員工家人足跡曝光 到過大南市場腳板山形象商圈 以及早餐店等場所 甚至還曾經多次到過農家樂用餐 由於農家樂小吃店群聚 感染源還不明 市府也懷疑這兩起傳播鏈可能有所關聯 那我們特別追蹤了他的足跡 那他有去過農家樂小吃店的 這個多次的足跡有所重疊 那是否是這個兩個群聚感染有關的話 我們正在進行這個血清的抗體調查 桃園疫情近期逐漸收斂 十二號卻又新增三人染疫 其中還發生一起家庭群聚 從中國返台的父親 解割後返家出現症狀 感染源還要調查 但家中兩名女兒卻相繼出現確診 不過市長鄭文燦表示 由於這兩名確診者放寒假後 一直到最近開學都沒有到校 因此學校目前沒有風險 爸爸採檢是這個陽性 那這個他太太 就媽媽採檢是這個陰性 不過兩個女兒採檢的結果確診 兩位女兒在這個放寒假之後 就沒有再去學校 這兩所學校並沒有風險 另外淘基清潔員染疫案 經過一個多月也在新增一名夜班清潔員確診 當時曾經被匡列拘隔一直到期滿後 多次裁刑也都是陰性 如今由因轉揚 桃園市府預判市就案 但還是要持續復驗 釐清個案關聯 記者傳訊全創委 台北桃園報導 缺蛋黃延燒農委會主委 陳吉仲宣布 雞蛋的產地價與批發價 今天開始各提高兩元 政策剛上路 就有零售商打算跟進漲價 而另一方面 飼料業者和政府達成共識 暫不調漲資料的價格 緩解成本上漲壓力 但部分的中農表示幫助不大 貨架上一籃籃雞蛋 前一天下午才進貨 不到一天時間 早已全數被民眾買光 背部鬧蛋黃 為了解決缺蛋問題 政府下令調漲批發蛋價 零售商是否跟進 台北的東吳市場店家看法不疑 由於雞蛋公補應酬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宣布松綁 蛋價凍漲措施 宣布十二號開始雞蛋的產地價 和批發價格各提高兩元 漲到三十六點五和四十六元 並持續補助蛋基農 每台金三元的生產獎勵金 只是不少民眾到市場買蛋 依舊一蛋難求 對於蛋價提高 部分民眾認為無可避免 我們一般家庭主婦 當然期待價錢合理 那就是覺得說 需要的時候 我們再來使用它 如果缺貨提高很正常 但實信吧 就先忍受一下 另一方面 行政院副院長神榮金 和飼料業者座談後 也達成共識 賺不調狀飼料價格 以緩解雞農和豬農等 成本上漲壓力 但有豬農認為 先前飼料已經大幅度調狀 即使現在動漲 實質幫助也不大 這根本牆中 它說要動漲 現在去到十五塊 動漲沒什麼意義 想辦法要去加開玉米的採購 讓玉米的現貨行情 跟採購成本不要差那麼大 輔導一些釀豬戶 現在平均養一隻豬 成本需要多付出一千五百元 等於是虧本在養 雲林縣養豬協會表示 如果要豬農配合不調上 會減少飼養意願 等到七八月 漏淚需求高峰 豬肉供應可能會再出現問題 形成新一波惡性循環 記者傳訊陳常委王維雄綜合報導 國際油價連漲八週創七年金高 國內油價預計十四號零時起 汽材油將分別漲一零二元 一零四元 油價大漲首當其衝救市能源運費 成本也會變高 輸入性通膨的壓力是越來越大 學者表示進口類食物漲勢難擋 而且持續惡化衝擊競技 恐衍生停滯性通膨 為了省點交通之處 不少人敢在油價調漲前先加滿油 但眼看近期油價的漲勢猛烈 車已快開不起了 通勤族忍不住抱怨 為了審核包 現在都改騎摩托車 就是汽車比較有感受 騎摩托車就還好 沒有必要的話就少開車 國際油價大漲 西德州原油布蘭特原油 每桶油已標迫九十三塊 連續八週上漲 更創七年新高 四四號臨時 國內油價器材油 將分別調漲一點二元 一點四元 九五千每公升調漲至三十一點四元 國際油價漲 進口類食品又面臨漲價壓力 這個是來自越南的河粉 像這家越式料理 標榜店裡所有的河粉米線 都是從越南進口 甚至連法國麵包 麵粉烘焙粉 都是在越南生產製造 去年因塞港問題 進口成本已經漲了兩三成 如果再加上國際油價的漲勢 不排除下半年 再調漲價格 學者分析如果油價續漲 進口類的原物料漲勢難擋 另外 耐酒材 不動產 大型家電 汽車售價 恐怕也會反映成本 光是運輸成本的壓力 會推升它的一個進口物價的成長 短期之內不太會明顯的下降的一個情況 美國為了抑制通膨 預計最快三月升息 學者憂心如果國內跟進升息 間接影響出口 一旦出現停滯性通膨 對經濟的衝擊最大 記者黃瑞昌子嘉 台湾報導 烏爾情勢持續升溫 英國 日本 荷蘭 還有我國的外交部 都呼籲公民 盡快離開烏克蘭 美國表態這次的危機 不會因為北京東奧而暫緩 對於俄羅斯可能近幾天內 入侵烏克蘭 根據路德社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將在十二號 與俄羅斯總統普廷提走通話 烏克蘭周圍的情勢 但是越來越緊繃 在美國總統拜登要求 在烏克蘭的公民儘快撤離後 包括英國 日本 荷蘭 各國也都要求公民 儘快離開烏克蘭 台灣外交部也在十號上午宣布 呼籲在當地的二十五位僑民 儘速離開 並且要求國人避免前往 英國還表態 在提供烏克蘭防禦性武器之後 也會讓運送武器的部隊 儘速離開 由於美國總統拜登又下令向波蘭派遣 三千名美軍加劇了情勢危機感 美國官方表示 這次的危機不會因為北京 東奧而佔管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里文表示 甚至到東奧二十號結束前 俄羅斯就可能會入侵烏克蘭 並且迅速攻佔烏克蘭的首都基辅 除了美國增軍 歐洲各國也增加部署 西班牙四架颱風戰斗機 載著一百三十名軍人 在當地十一號率先抵達 保加利亞的北約空軍基地 法國準備向羅馬尼亞派遣數百名兵力 英國則是要加派三百五十名英軍到波蘭 對俄羅斯跟白俄羅斯的聯合軍演 烏克蘭除了也舉行軍演反制 也指控俄羅斯在黑海上的實彈演習 實際上是變相封鎖了黑海的貿易路線 個人新聞陳頌兵議 美國白宮公布美國總統拜登任內 第一份的印太戰略報告 美國將與區域內外的夥伴合作 維護台海和平的穩定 包括支持台灣的自衛能力 至於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11號與澳洲外長潘恩 雙邊會談 也重申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美國白宮公布總統拜登任內的 第一份印太戰略報告 明確指出美國將與區域內外的夥伴合作 維護台海和平穩定 包括支持台灣的自衛能力 以營造台灣的未來可以依照台灣人民意志與最佳利益 並透過和平方式決定的環境 並威嚇台海軍事侵略將擴大美國海岸警衛隊與他國的合作 以依應跨國威脅 對此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與感謝 對於美方在印太戰略中凸顯對台灣的重視以及承諾 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與感謝 台海和平穩定 不僅符合美國以及區域國家的共同利益 台美對於維護自由民主價值 更具有共同的理念與目標 對於報告提及 美國將擴大海岸警衛隊國際合作的部分學者分析 美國海巡具有司法警察身份 在執行任務上也更具彈性 並體現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 不過也有學者把這份報告有不同解讀 認為美國把台海問題國際化 因為海警在相對來說 它的距離海軍 它比較不會有這麼多政治或軍事上面的遺憾 特別是美國的海安巡邦隊 它的實力跟能力基本上都會比 它的一些小國家的海軍總和實力還強 所以利用它來作為一個交往互動的平台 我覺得是很有可能的 台灣海峽到目前為止 航運暢通無阻 假如每一個人都來指三道四 就在白宮報告發佈之際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不只在澳洲參與美日印澳四方安全會談 並與澳洲外長潘恩雙邊會談時 也重申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記者 國際英國 台北報導 新冠疫情持續延燒 美國紐約市去年十月規定公務員 必須接種疫苗 波折強制休無薪假進公會抗爭 提出暫停接種令的訴求後 但法院拒絕公會訴求 從十一號開始 近四千位的公務員即將失業 這也是美國因疫苗令 裁員人數最多的一次 高喊口號上千位紐約市的公務員 抗疫即將遭到紐約市府解僱 美國紐約市去年十月 由上任市長白思豪 規定公務員必須至少接種一劑疫苗 否則將強制職員休無薪假 引發公會不滿 提起暫停命令的訴訟 這個月十號 法院做出決定 拒絕公會訴求 讓將近四千人即將失業 紐約市府統計目前職員約三十七萬人 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已施打疫苗 有部分人士因為身體狀況無法接種 正在等市府決定 而這些即將失業的公務員 占總人數的百分之一 也將可能是美國因疫苗令裁員 人數最多的一次 對於結束疫情 WHO世衛組織秘書長譚德塞十一號終於鬆口 只是如果全球有約七成人口接種疫苗 疫情大流行的即興發病期 就可能會在今年結束 公視新聞陳順秉 高雄昨天又新增三人確診 足跡大多在岡山區 市府今天在岡山繼續開設三個篩檢站 而其中一站是車來速 不用下車就可以篩檢 可以看到不管是開車還是騎車 到岡山這個篩檢站都不用下車 醫護人員就能直接幫民眾做PCR 減少群聚 另外高雄市府在港區及旗津區都設有疫苗施打站 打疫苗海送百米希望提高施打率 降低重症風險 來關心花蓮秀林鄉波西岸部落 今天針對雅寧新城礦區 舉行諮商的同意權投票 但過程被反雅寧人士批評是黑箱作業 也擔心若通過雅寧的礦權 可能得以展言 因此前往舉牌抗議 一度爆發推擠衝突 而在稍找投票結果出爐 贊成兩百九十四票 反對四十五票 廢票十四票 我真的是希望是說在工作權的方面 也能夠多幫我們部落的主任 提供一個工作機會 波西岸部落會議 今天中午十二點報導 下午兩點開會 由五百五十六戶具有投票權的部落家戶 進行投票 會議剛開始 有齊勞拿的大聲公 向排隊準備報道者 大聲喊說投同意者 就等於出賣別人的土地 努力爭取反對票 不過也有支持者認為 部落會議依法進行 反對者的行為 已經干擾報導程序進行 雙方一度互相推擠 還出動警力來為安 產業大缺工 主機總處調查 電子業 製造業 及餐飲服務業 這三大產業 人力缺果最大 農曆年後知名的餐飲業者 鼎泰豐釋出上百個職缺 剛入行的廚師 起薪就喊到五萬塊 就連洗碗工 起薪都有三萬期 內場服務生櫃台收營 起薪四萬一 待遇優於業界行情 鼎泰豐年後釋出一百二十個職缺 吸引上百人前來面試 上一份工作也是餐飲的工作 然後是因為疫情的原因 然後就不適應的經營倒閉 請泰豐的薪水就是比較高 所以想來試看看 鼎泰豐這次釋出酒類職缺 其中洗碗工就有三萬期 另外剛入行的廚師也開出五萬塊的待遇 加上還有績效獎金有不少同業跳槽 臺北就業服務處表示近來缺工情況嚴重 尤其餐飲業過去認為是低薪的產業 現在為了搶人才都提高薪資待遇 去年受疫情影響 全年的失業率百分之三點九五 創近七年新高 去年還大缺工 臺灣總缺工人數達二十四點八萬人 而其中又以電子業製造業 及餐飲服務業最缺 釋出的職缺增加兩成 專家分析 為了搶人才 缺工產業 整體的薪資待遇提升了百分之五 預估今年逐漸走出三級警戒的陰霾 失業率渴望維持三字投 接下來就提供您全臺各地的氣象資料 北部地區十五到二十二度 中部地區十五到二十四度 南部地區十六到二十八度 東部地區十八到二十五度 外島十二到十九度 明天的空氣如何呢 我們來看看空氣品質指標 如苗是良好北部中部及雲加南都是普通 高品質是敏感 宜蘭花東馬祖是良好 澎湖是良好 清門的空氣品質是普通 以上是今天的公視晚間新聞 謝謝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時間我們再會 中間在宮廣東馬祖是殊全民地區的 中間廣東馬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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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